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榜獲最高榮譽的總統教育獎的樂主 從國民小學 國中 高中時到大中練習 有600多位被推薦的最頂尖表現的好的同學 但是經由非常非常整理 非常症狀 而且可以講非常嚴謹的評選的過程 載600多位已經是出類拔萃的 非常特殊優秀的同學當中 才能夠有55位能得到總統教育獎 而且總統親自在總統府來發授這樣的一個緣譽 可以說這是一方面替國家申請的從小學開始 未來記起的非常遠遠不絕的生命力 就會帶給我們做防禦 帶給我們台灣繼續向前來進 因為有好的學生一定是有好的老師 有好的孩子一定是有了不起的父母親 我們給大家一起共同鼓掌 來發理事的一門努力分析 在台灣這幾十年來 尤其很明顯的建立了一個教育補極和公平 經濟穩定 讓能夠掙扎 民主政治 就是逐漸成熟發光發亮 所以台灣就是靠大家的努力 我們看到這幾年來 易復如此 經濟可以不斷的克服困難 穩定的成長 然後我們國家的競爭力 在全球的平衡桿中 大放益彩 我們好多同胞 不論在市場 或者在肉巷裡 或者在計程車上 撿到很大一筆款項的問獎 大家願意 拿他的善良 拿他的孝順 拿他的用心表現 在不同的領域裡 綻放台灣之光 今天的各位 實際上也是台灣的教訓 也是未來台灣 向上要升 向前邁進 非常可惡的同胞 那我今天藉這個機會 謝謝所有的師長們 謝謝所有的家長 恭喜所有在各個領域 綻放光芒的我們的合強者 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一切順利成功 謝謝